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們今天Funkle開箱 我們來開一個比較特別的主題 那個主題叫做ROCKS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 接下來四位我非常喜歡的歌手 Let's go Funkle他有為了一些搖滾歌手 他出了一系列的公仔 我們今天分別為了介紹這四隻 是依照他的出生年來做一個排序 分別是貓王 艾維斯 然後Selena 阿姆 以及是小甜甜 布蘭妮 不過在這邊阿姆他剛好有出一部電影 所以阿姆他這一隻 他是用所謂的電影系列就出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一下這四隻 我最喜歡的搖滾歌手 四隻底下大家看到說 這四隻只有一隻 他不是台灣代理商進口的 就是這一隻Selena 因為他這一隻是Funkle Sharp Funkle Sharp他們自己出的 那其他這三隻呢 就是台灣代理商進來的 都有貼代理商的貼紙 那我們今天就分別來開箱這四隻 然後我們一一來介紹他們的身體吧 那我們首先介紹的就是貓王 那大家從盒子後面呢 你可以看到他這一次呢 總共出了三隻貓王 不過他這一隻呢 他算是特別版 他這一次是所謂的鑽石版的貓王 那其他這三隻呢 說真的我在台灣還沒有看到有貨 不過呢 鑽石版反而是先推出來的 我也覺得蠻特別的 那貓王呢 他出生於1935年的1月18號 然後1977年的8月16號 他享年了只有42歲 大家在看阿甘電影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說阿甘小時候 有可能有學到貓王他這個舞蹈 那蠻有趣的就是說 雖然貓王已經過世了這麼多年了 不過呢 有一些歌迷啊 或是一些影迷啊 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他以前的這種歌 而且呢 近代的電影呢 有很多歌曲呢 都是用貓王的歌呢 去當一個主題曲 或是電影的背後曲 我最喜歡他的歌呢 就是叫做《Full Rush In》 那這首歌呢 後來也被翻拍成一部電影 還蠻好看的 所以貓王也出防火公仔了 第二個我們要介紹的是Selena 那Selena的話呢 台灣對她的認識並不多 最主要的話 她主要是拉丁語系的一個歌后 那我會知道她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當時在1997年的時候呢 Jennefer Roberts 她有主演了一部電影叫做《哭泣的玫瑰》 那就是在演Selena她這個人的故事 那Selena呢她是1971年4月16號出生在美國德州 然後1995年的3月31號被她的經理暗殺 她想年呢說真的也只有24歲而已 那我超喜歡這一部《哭泣的玫瑰》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呢 你可以也可以去看找這部電影 就是1997年的《哭泣的玫瑰》 由Jennefer Roberts去做主演的 然後呢她在Netflix上面呢 也有一部她的系列的影集 那我覺得是超好看的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找一下這一部Selena 不管是Netflix或是電影 那她這一身呢就是她在 穿著白色的禮服 然後呢全身閃亮亮的 Selena介紹給大家 因為畢竟在台灣知道她的人並不多 要跟大家介紹呢 比較多人熟悉的就是阿姆 那阿姆呢她這部電影叫做《A-Mind》 那她的盒子呢她就叫做 《街頭痞子阿姆》 街頭痞子阿姆 那這首裝備呢 大家一定呢 腦中一定會出現那一首《Lose Yourself》 那這部電影呢 我想很多人看了之後呢 就覺得說這根本就是當時 在2002年那個時候 19年前快20年前的那部電影 如果你沒看過的呢 回去再找一次 我保證呢你看過之後呢 這部電影真的是經典 而且永遠不會退流行 1972年10月17號的阿姆呢 就是出生在她這個環境裡面 然後就是一個白人 然後混在一個黑人的環境裡面 要靠她的實力要唱Rap 然後要幹掉這些人 所以呢 阿姆超好看的 HIT HOP的 阿姆這一隻真的是B-Bi 尤其是她的手勢 Check it out 還有麥克風 經典 超經典的 而且她的盒子 後面是寫A-Mile 如果你不知道這一隻的 趕快去買 OK 小天前布蘭妮呢 1981年12月2號呢 出生的 那她對她的成名曲呢 就是 Baby One More Time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這個造型呢 就是在2003年呢 她第四張專輯呢 她在那個飛機上面呢 當空姐啊 然後呢一個酒杯啊 香檳酒杯 然後這樣子 非常騷擾的 然後再勾引這些男生的那些乘客 那我想 她這些 之前啊 早期的這些作品呢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紅 可是呢 她今年2021年呢 有一些 一些新聞啊 什麼家庭的控制狂啊 控制她的經濟財力啊 控制她的行動之類有的沒有的 所以她後來有點像是 負面的影響呢 慢慢的呢 把她變成一個 一個大神啊 所以呢 小甜甜布蘭妮 我想 如果你的印象 還是在保留她在 年輕時候的那時候的image的話呢 我會覺得還蠻可愛的 可是現在的話呢 她真的是一個大神 今天呢 我們以上的開箱呢 就是幫她介紹的這一隻 貓王的鑽石板 然後還有呢 這一隻 Selina鑽石板 Vungo Vungo Shop Scroozer 然後這一隻 8 Mile的 阿姆 最後呢 是這一隻 小甜甜布蘭妮 她的 專輯呢 中你的賭 以上這四隻的開箱呢 希望你會喜歡 那一樣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開箱的話呢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們下一次 關火開箱見囉 掰掰 小甜甜點 小甜甜的 小甜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